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伊斯兰开斋节就像是华人的农历新年 全球穆斯林在各地起居欢庆 其中印度约14.2%超过1亿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 在旧德里的甲马清真寺开斋当天涌入大批信徒祈祷 在仪式结束后还庆一番 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不断 开斋节当天印度当局也特别加强维甘防范冲突发生 全球穆斯林欢庆开斋节 印度旧德里的甲马清真寺一早涌入大批信徒前程祷告 穆斯林孩童盛装打扮参加会礼沉浸在过程七分钟 rí斯兰立法第九个月为斋节 wall 木斯林这段时间从日出到日落静止领食 直到開斋節來臨 穆斯林希加戴卷前往清真寺祈禱 在儀式結束後準備大肆請住 印度約有14.2%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 總數達1億7千多萬人且逐年增加 但大部分人口信奉印度教 總理莫迪更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 自去年執政後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衝突不斷 開斋節這天當局特別加強維安 防範類似事件在發生 中央社記者洪宏如就得理報導 中央社國際新聞 中央社記者 蔣佳達會 泰國麥福報道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5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為了拓展香港中學生視野 台灣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舉辦 夢想起航台灣之旅 邀請香港中學生9月來台學習考察 日前在香港舉行起航儀式 台灣藝人任賢齊親自到場 任賢齊說香港台灣生活步調不一 他鼓勵香港學生到台灣讀大學 親自體驗寶島人文生活 其實非常歡迎大家有空到寶島台灣去走一走 因為人情會蠻濃厚的美食啊美景 還有另外就是有很多旅遊的方式 因為台灣很流行單車環島 有很多人拿來當成人禮 因為單車環島需要很強的體力和意志力 今年共有60位學生參加這項活動 他們將於9月搭乘郵輪來台 在高雄和台中停留4天3夜 與台灣學生進行交流 看看在台灣大學的情況 看看四月大時去台灣那邊讀大學 特別因為始終自己都是第一次坐郵輪 平時可能都沒見過郵輪內部的 是怎樣 所以對於這次旅行都很期待 主辦單位表示 這次活動主題為生涯規劃與生學就業輔導 將會在郵輪上安排講座 啟發學生對職場的興趣 張社記者張謙 香港報導 總統馬英九出席以高中生為主的 政治領袖營與青年學子對談 一進場就受到熱烈歡迎 學生提問從南海爭議 兩岸關係 到教育環保議題包羅萬象 馬總統都很有耐心一一回答 其中有關103年課綱微調的爭議 提問學生也是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 林彥廷認為 課綱的內容有意識形態的爭議 但檢核和公聽會等程序有瑕疵 能否暫緩實施課綱 你這個想法不是一個壞的想法 但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這個課綱 就是實質內容 如果它所佔的比率超過一半以上 根本沒有辦法實施的 這個時候可能比較有這個道理 停下來我們重新來過 可是實際上沒有這麼多 我們今天我看到的 我聽他們報告來講 大概頂多一百多項 可能還不到 尤其我們剛剛講的 有些東西其實並沒有錯 馬總統表示是否暫緩課綱實施 必須以比例原則來看 至於內容看法有差異的部分 教育部已經要求不列入大考 不過林彥廷認為 既然程序有爭議 就應該公開透明審核 我們想要強調的是 今天從一個可能有黑箱 具有社會極大爭議的程序的時候 我們希望教育部政府 能夠一起來暫停課綱的實施 能夠在8月1號 我們不要讓這個課綱上路 同時我們退回課綱 我們重啟一個 能夠讓全民來參與 能夠開放透明的審議制度 這才是我們希望 要能夠擁有的教育內容 馬總統出席 臺大政治領袖營 瞭解現在學生關心的話題 面對詢問都一一走向前 聆聽回答 展現耐心和親和力 幽默的問答內容 也讓全場笑聲不斷 中央社記者蔡明山張雅婷 台北報導 新任駐泰國代表謝武喬 12號導任 曼谷橋借近百人 特地到機場接機歡迎 謝武喬上任的第一個上班日 馬不停蹄 拜會泰國主要橋社 前往旅泰台灣鄉親的信仰中心 仙羅戴天公 向香火鼎盛的無府千歲 和觀世音菩薩上香參拜 國會憲黨 贏三天內 一天內 吉古三響 謝武喬參訪泰國台灣會館 這個喬界知名的聚會場所 祝台泰友誼長存 我保證中央民國駐泰國代表處 一定會在前任的大使 陳明正大使跟他的前任 還有我們整個現在的團隊 打下的基礎之下 基礎之上 繼續跟我們台灣會館一起合作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謝武喬也特地前往拜會 泰國台商總會 了解台商在當地多年的奮鬥 打拼和耕耘 台商總會會長表示 泰國約有五千多家台商 最近成立了台商平台 希望透過數位資訊整合 拉近台商彼此的距離 也透過平台內合商機 有時候大家互相都認識 但是不曉得它的產業 它的需求 譬如說它有土地要賣 房子要租 它沒有講出去 它別人都不了解 那我只要是平台給公開性 大家更了解 那可以促進彼此的交流 促進彼此的商機 那等於是台灣人 幫助台灣人最好的一個方法 台商總會表示 台商在泰國扎根深厚 從傳統產業到科技產業 旅遊餐飲服務業 幾乎在各行各業都有台商 以往每年舉辦一次 台灣商品嘉年華活動 是台商認識彼此的好機會 現在多了網路平台 更有助於台商隨時聯繫情感 創造更多商機 這張視角 劉德昌曼谷報導 一開始 手拿點心 搖搖樂 比看誰的手勁最強 統一是啦啦隊 Uni Girls 在新莊球場展開系列挑戰賽 分為學姐 學妹兩隊相互較勁 不管是太古達人 搖搖樂 還是全力出擊 戰況都很激烈 中場兩隊以1比1打成平手 學姐嗆聲說 接下來要火力全開 學姐真的不會浪 剛剛只是 真的是浪一下 等一下 小心一點 啊 小心一點啊 啊 那個 你們要不要喝點水 就我們稍微緩和一下 這緊張的情緒 對 學姐哪裡 學姐哪裡一套 不過這場只是熱身賽 真正的決賽9月13號 在台南主場登場 Uni Girls邀請球迷一起進場 為支持的女孩加油 今年想說要比較不一樣 讓Uni Girls們可以跟 球迷朋友們更貼近一點 然後更生活化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連串的 遊戲 今天只是短身賽 9月13號等你進 台南棒球場 幫學姐組或者是學妹組 加油喔 新莊球場暖身賽 最終學姐隊以4比1戰時領先 誰才是最後贏家 9月13日見真章 中央生結章新聞 新北市報導 但你關心更多國際消息 2011年挪威發生爆炸 和槍擊兩起攻擊事件 一共造成77人喪命 是近代挪威歷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22號事件將屆滿四周年 為了紀念遭到槍擊的亡者 在槍擊發生地點烏托牙島上 興建一座紀念館 22號開放民眾參觀 更多後續消息 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亦林 我們再會 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